今天收到一台iPhone 11 Pro Max 顾客因为电池健康值低显示维修了 想让我们帮他更换苹果正品部件 按下同意确认诊断结果后就开始今天的工作吧 卸下尾部安全螺丝松开屏幕 分离后贴上贴纸保护卸下铁盖螺丝 使用镊子取下保护盖 断电处理接着卸下其他螺丝取下保护盖 断开无线充电接口排线 接着断开屏幕与主板的连接 取下屏幕 清理残留的防水胶 卸下右侧尾插排线固定螺丝和固定盖 断开尾插排线和主板连接 取下就电池 无尘布清理残胶 打开新电池包装 取出新电池 撕下贴纸安装新电池 使用机器压紧电池让背面的胶纸贴得更牢固 拉出保护盖的胶纸 移除保护盖 连接尾插排线 撕下贴纸 贴上新的原装防水胶 撕下防水胶第一层贴纸 贴回贴纸保护面容 然后使用新螺丝锁回铁盖 安装屏幕 连接屏幕排线至主板 连上电池 安装保护盖 锁回新螺丝 装回屏幕排线保护盖 用新螺丝锁回 装上保护盖 锁上新螺丝 撕下保护贴纸 贴上保修贴纸 盖回屏幕至框架 接着使用保护机器30秒 保护结束 最后锁上尾部安全螺丝 还没诊断 暂时显示位置部件 手机关机 连接诊断配件 同意开始诊断配对新电池 诊断结束 选择维修后 诊断连接WiFi准备 按下同意开始诊断 测试屏幕触摸功能 等待诊断结束 诊断完成显示苹果正品部件 喜欢的话点赞关注分享哦